山海公民拆良行动指出 日前收到一段录音档 内容提到市长谢国良动用资源 要求动员恶性合作社 以及要求恶性中学支持谢国良 日前山海公民拆良行动 收到一段录音档 当中提及谢国良动用个人资源 要求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上至经理下至一班行员 都必须在9月6日之前 交出一份动员名单 并要求达到经理动员65位 课长动员55位 一班行员动员4位的业绩 除此之外 在二信校园点滴这一个粉丝专页中 直接贴出了在二信高中联合餐会上 人手一只反罢免扇子 设施属于校园的活动 却延然成为一场谢国良的造势 台下全部都是二信高中的教职员工 根据教育基本法第六条规定 教育应本中立原则 学校不得为特定的政治团体 从事宣传或活动 对此国民党集中市党部 在召开记者会时也回应澄清 并且提出动员表格指出 那是国民党集中市党部 要动员自己的党员 进行支持市长谢国良的造势活动 所谓动员恶性员工仪式 基本上那是不实的指控 也是基本上是造谣 那一直以来都是党部在这边 针对我们党员亲友 那或是甚至我们的党员们 对于这次的恶霸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忍受 看不下去 那也主动的 自发性的 要出来做造势 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呼吁 一起加油 而非他们所指控的 我们动员恶性的员工 很多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会去救 所以也不是说局限于说 只有党员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基隆市的市民 说真的 大家很多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都互相可以 做一个联系这样子 那说真的 这个部分的话 绝对是一个恶意 而且是条纲 那针对于这个谢国良 做人格上面的毁灭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发言人 黄生动和市议员韩世玉 也呼吁 霸凉案导火线的 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司法已经判给基隆市政府 五连胜 罢免没有正当性 呼吁民众10月13号 踊跃出来 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吴俊松 黄日生采访报导 做一句话 们说不及約